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是米露 這次Rubus海賊王製作團隊要準備更新 最近要釋放出預告片 預告片要展示的就是新的果實 那新的果實是九尾湖 那大家都叫九尾湖,會不會真的是九尾湖呢? 那等一下預告片就來揭曉吧 那還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呢? 希望有新的島嶼啊,什麼裝備之類的 我看我們能不能拿到更新的裝備 那在待會12月10號,午夜整點的時候呢 他就要開始他的直播了 我們一起來看,再新的玩家 現在就是要的展示 這是無力而醒來 總共有五招 現在展示的是利 他身上旁邊還有一些虎虎 然後上面有...顯示有三個火焰 他喊跳的時候後面還有一些小火 蠻好看的喔 這招就是那個X技能的 就算是有點追蹤 像兔子的那個覺醒技 他就算是追蹤的 很實際 很像那個血拳的實際招 但是他是整個範圍的火焰 去做燃燒 這個蠻實在是鬼獸玉的耶 這個超像鬼獸玉的 我也能得的鬼獸玉 整個爆炸 那他變身如果召喚那個九尾虎出來 應該... 這個鬼獸玉會更大喔 哇哇哇,整個藍色火焰耶 是米露的最愛耶 藍色的 然後現在是F技能 那F技能是衝刺技能 然後會有火焰 哇還不錯耶 這個在PVP追擊的方面很強耶 先追敵的人才可以做打擊 哇,這個超想要的 這個...這個果實 他現在是三尾的 狀態 哇,變身 變成了五尾虎 哦,對 這是玩家變身而已 剛剛騎在上面那個是別人嗎 所以別人可以騎在五尾虎上 他跳越力跟蠻像一樣 可以跳蠻高的 哦,如果能加盟盟友的話 盟友可以... 可以在著跑耶 超好玩的 哦,原來下面那隻 五尾虎是玩家變的 然後可以加盟之後 把你的隊友站在你的後面裡 超酷的啦 你能充斥 那會消耗了 所以第一次展示是 Z-Move 哇 他點身之後 打出去的起來 那個火焰還會有一些 燃進的效果 打出去然後 喝他的火焰 他會在地上再做一次燃燒 你看被他卡 拿出來的地板 他會做一次火焰的燃燒 會閃一下 一樣變身之後 他的技能更火力 哇 這個是 異技能 哦 這個打全體快 超快的啦 這個來打地圍坦 超爽的哦 哦,這是技能 哇 整個畫面都是 鼓勵的一般 哦 哇 瘋了 我們也不變成 鼓勵的引發了 這範圍太大了 我只不用按另一天了 太恐怖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綜藍轉 哇哇哇哇哇哇 emo 即使他 變成了 原本是在放火的時速放火 就太可惡了 但是我們玩家玩還是有CD啦 可是他們在吃飯的時候都暫時用 所以他們是無CD的狀態 那我們在打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CD狀態 不知道它的CD怎麼過 很出來的時候我們一路在買果池 來測試給大家看 喔 這個是FG的瓶座中式 一樣會有爪擊 會有殺害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燃燒的火焰 那個可能應該也會持續長 好漂亮喔 一路整個藍色空就坐不住了 超愛藍色的 哇 超酷的 而且跳躍也跳躍不少的 一大象也要高一點 作品牌現在要展示 海上啊 他居然可以在海上奔跑耶 太酷了 又不怕水了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被改掉 會不會要改成說 只有魚人 才可以在水上跑 其他的種都不行 喜歡不要改掉啊 改掉價值又變爛了 跟相果一樣 蠻酷的欸 速度很快喔 他們以後可以在這個 武尾武神上然後載著盟友亂跑 那如果有女朋友的人 可以載著女朋友在 還在往世界裡面亂跑 海吧 好 別別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 Fox Land 你聽到嗎 這個武器也很不錯 這個武器也 新的武器 好酷喔 狐狸手杖 狐狸燈 這個是狐狸燈 異技能是偏藍色 打擊出去有一個 好 追擊的火焰狼暴戰 然後這個技能是火風暴 然後需要追起來嗎 喔喔果然 喔喔喔喔 這就是火風暴 超強的 喔喔喔喔喔 超強的 這個狐狸燈怎麼那麼長 這一把手杖應該 米露才這應該也要製作 要特殊製作 或者是他要賣在三層裡面 就跟黑槽一樣 希望不要啊 可以製作就好了 希望 要在三層裡面放賣 好 大家要花花花花 這是新的武器 狐狸燈 大家想要這武器嗎 這個是什麼東西 新的飾品 頭上會出現 頭上會出現 這是什麼 很像那種 擠蛋糕那個蛋仔 蛋仔什麼東西的 怎麼會在頭上 可以吃嗎 這個也是新的 這個也是新的 這是狐狸面罩 新的狐狸面罩喔 傳說什麼 喔你們這個是新的狐狸嗎 它螢幕是會晃動喔 難道是在六區 我看左邊 確實是那六區喔 原來還要刷啊 我們又要刷新的地圖 才能刷到這個 這個特殊的島嶼 又要在第六區了 天啊 天啊 哇 看完剛剛的 官方的展示影片 大家有沒有很興奮啊 有沒有想要這個故事啊 李霧是超想要的啊 為什麼啦 因為它是藍色的 全部都是藍色的 李霧超喜歡藍色的特效 跟武器 超級棒 然後再來呢 他剛所釋放的技能裡面 所有的技能幾乎 大部分都是範圍技 然後有衝刺 有去衝 那都會對敵方造成傷害 連F技能也會造成傷害 然後他的跳躍能力 跟大翔是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他跳躍比大下還要高一點 那再來我們看到他的 右手邊會有一個集氣條 跟那個音樂果實的Dorremia蠻像的 就是他要需要集氣 那你每集滿一條的時候 他上面會顯示你有一條尾巴 那你集滿兩條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兩條尾巴 那第三就會有三條尾巴 那在人獸型態的時候 他就是有三條尾巴的狀態 那米霧猜測這三條尾巴 應該跟攻擊或防禦率會有關係 那你尾巴越多的時候 那你的攻擊或防禦率就會有所增加 然後再來呢 他還有一個功能 所以他不會掉進水裡 我不怕水傷 但是希望他不要像龍馬獻果實一樣 然後到最後又趕掉 只有魚人可以在水裡面 然後更好玩的是 他還有一個技能 竟然是可以載人耶 他可以被人騎 沒有 被人騎 他可以變成五尾巴的時候 背上是可以載其他玩家的 那其他玩家記得 是要加猛的狀態 你才可以讓他上去喔 那意味著你就可以載一個人 那拼拼的奔跑 那米霧呢 當然是載我兒子亂跑囉 然後這是果實的部分 那這樣耶 影片中他就有展示了 一把新的武器 那這個是狐狸燈 他的技能呢 跟五尾狐的技能是類似的 那也是非常華麗的特效 都是藍色的 還有一個火風暴 衝過去一個火焰燃燒 爆炸 超級漂亮 那這把武器之外呢 他還出現了一個飾品 可以在頭上 那很像雞蛋仔 那很像港式的雞蛋仔 很好吃的 他就漂浮在頭上 然後他還會多一個狐狸面具 那這兩個新的飾品呢 希望他家的能力會比較好一點 我讓大家可以比較好去搭配一些火石啊 或是裝備 那最後呢 作者帶我們去了一個新的島嶼 那這個新的島嶼呢 會一開始會扭曲 米露就猜到了 他是應該是在危險海域的第六區 果不顯然看左邊 確實就是在第六區 那意味著我們又要去刷這個隱藏島嶼 才有可能去拿到這些裝備 那這些裝備可能又要用哪些特定的條件去更換 那以上是這一席的改版搶先看 那我是米露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